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这个程度一定好得不得了 还有一些文档秘书 帮他认识 帮他一起写 这一定是没有问题 不可能有文法错误 没有问题 写那么长 86个字 怎么办呢 这又是很经典的 总统演说 那何等重要 全世界都在看 至少美国都在看 现在美国中的一讲 全世界都要看 也不会有错 文法也不会错 也不会错字 都是千水百炼 那这么长句子 它本身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是我写的话 或者随便阿妈阿狗写 你可以说 这个很烂 这个我懶得看 林肯写的没有问题 这么长 我们念一遍 念一遍都很累 If you shall suppose that American slavery is one of those offenses which in the Prophetence of God must needs come but which having continued through his appointed time he now wills to remove and that he gives to both north and south his terrible word as it would do to those by whom defense came shall we discern their end any departure for there is divine attributes worship the believers in the living God always ascribe to him 大概没有什么人 看第一遍 就完全懂了 几乎没有 老外也看了很累 这个很复杂 那我们来把它破解一下 破解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 我们先看 一个句子很长 它一个诀窍 诀窍 就是逗点 逗点 我们一般都是注意这个字 注意这个字 比较不太注意逗点 其实呢 逗点在英文里面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忽略它 逗点它有分隔的作用 让你比较好看 然后逗点包括其他的标点符号呢 它也有 像单字一样 有些词性 会有一些意识上的一些功能 又文法上的功能 那我们看几个逗点啊 一 二 当这个前后是一个组合了 但我们不管 我们就算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 七个斗点 斗点它不是乱斗的 有它的功能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地方 就断句了 我们讲断句啊 它就是 两个斗点之间那段话 就是它插进去一段话 是插进去的 它就有点像英文那个介系词啊 或介系词片 它可以随时插进去的 其实 有的时候 你就把那段 把这个插进去把它涂掉 当作没有 前后是连贯 可是它很讨厌 它插进去一段话 因为它有它的语意上的意思嘛 文法上意识到不大 就语意上的意思 语意啊 意思上的意思 可是它一插进去以后呢 就会把前后搞乱掉了 就变成 前面那个尾巴 跟后面那个头 接不上去 有些它又接很长 又说连续 你看这个 连续接 连续接 接一个 接两个 接三个 连续接 接四个 哇 这个就很讨厌 所以这第一个 标点浮华斗点 第二个呢 你看 它用了 很多的这个 连接词跟 关系代名词 你看用if 用that which三个 which四个 that五个 which六个 用六个 六个 再加上这个 其实end也是 end也是 连接词七个 用七个来连接 那不复杂 才有鬼 才怪 那可是 如果要细分的话呢 if就是 重属连接词 that 可以当 关系代名词 也可以当 重属连接词 但这边是 重属连接词 which 这边是 关系代名词 关系代名词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重属连接词 然后这关系代名词 这个 end 叫对的连接词 这我们就 这一集我们就 不去细讲 因为我们前面 讲了很多集 像大家如果都前面看 大概有点观念 用这些 用连接词 还有 关系代名词 跟 对的连接词 但是我们有时候 可以把它看简单一点 就是关系代名词 跟重属连接词 就把它当作 一样的东西 它当然不一样 可是有时候 为什么当作一样 因为它都是接纸句 后面都有 纸句动词 这两个 比较接近 那对的连接词 比较复杂 所以它用这一大堆 用连接词 跟关系代名词 然后它真正的动词 在这里 你看 所以有时候 一个句子太长 它主句不一定在前面 有时候会跑到最后面 所以你看 主句就是he 就是主词了 he 然后动词will 然后呢 第二个动词 跑到这么远了 跑到design 跑这么远 两个格那么远 因为它用了一个that 这边来分割 所以它基本上 是用这样的 就是复杂的不得了 然后主动词两个 主句的 主句动词 就是主动词 will 跟design 那直句动词呢 suppels els needs continued gives ascribed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六个直句动词 加两个主句动词 八个动词 我们不要算什么 不定词 后面接的那个不算 这我们可以叫它 准动词 那是太复杂 这个讲 没完没了 就它这个一个句子里面 真正的 就是动词 纯粹的动词 有八个 只是有六个是 子句的动词 次要的动词 两个是 主句动词 主要动词 那还不复杂 好 我们先看看意思 连意思都很难了解 所以这个长句 不但长 而且意思很难懂 文法上分析 也很难分析 连意思都 都很复杂 好 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呢 我们suppose 我们来假设呢 这个美国的奴隶 是 一种罪恶 是 offense 罪恶的一种 是一种罪恶 就是训奴 训奴隶 就欺负他 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所以关系在名词前面 通常 都会加名词 他变得受辞 后面有 有那个子句 可子句呢 在逆子 可是他又插 又用这个标点法插进去 而这个罪恶呢 是神的意志 哎呦 这个奇怪了 神怎么会 神有时候做事 是随到时候猜不到 这种罪恶呢 是神的意志 神是准许的 Must need count 他一定会来的 but 但是呢 这是逆节连接 我们这边 就不再画上去红色 不然这个画红色 太复杂了 就不画 但是呢 about跟and 都是对等连接词 前面接什么 后面接什么 他不只接 前面后面都可以接子句 也可以接主句 也可以接单词 也可以接片 都可以 但是and叫瞬接 about叫逆接 但是呢 heaven continue 他会继续 这种罪恶呢 会继续which 所以这个which 两个which 都是接这个offenses 这种罪恶呢 第一个 第一个是关系在名词 这个罪恶呢 是上帝的旨意 一定会来的 第二个呢 这种罪恶呢 会一直持续 持续他所指定的时间 前面就那么长 前面都补语啊 都是补语 都是补充啊 其实 如果弄简单一点 这个he这个很麻烦 这个he这个很麻烦 不是人 就是上帝 不能讲不是人 他是上帝 他不是指人 他只是上帝 所以大写 不然你he的话 用小写句话 所以上帝嘛 一定要用大写 Will 你说诸动词 不是 他也可以当动词 就是意志 执行他的意志 也可以当名词 遗嘱 所以Will的意志 有很多 一般都会认为 他是书动词 不是 这边是当作动词 比较特殊 你看里面用字都很特殊 这个林肯 写得太深了 他 现在行使他意志 他决定 我们翻成决定比较 他现在决定remove 去除掉这些罪恶 通过这些战争 南北战争 把这些罪恶去掉 我们就讲消夜嘛 比如说我们宗教 他讲的生病也是消夜嘛 受伤也是消夜嘛 战争也是消夜 看起来都是不好嘛 生病当然对人不好 战争死人不好 消夜 把你最后消除掉 那然后我们要来怎么样 中间又差一个那么长的 你看 差的两行多 所以这个一看到斗点 不要轻忽他 所以他第一个动词 其实这个句子 He will to remove 四个字 句子就结束了 就不要八十几个字 四个字就结束 He will 他决定 要消除了 可是这样写消除 意思不完整 所以才会写 也生出那么多个东西 他要消除这些罪恶 而这些offense 这些罪恶呢 而这美国奴隶的 逊奴罪恶呢 是上帝的意志啊 然后会持续啊 一直到他指定的时间 结束为止啊 前面不 他现在要消除这些罪恶 透过战争的方式 但是又插一句话 就觉得还不够负 再插 and that 这也是那个 这个 重 重属连接词 然后那个呢 他后面接纸句嘛 他给予 北方跟南方 美国南北 南北方 南北各个政府 给了南北方 这个可怕的战争 南北战争 就是很悲伤啊 这战争呢 就产生很大的悲痛啊 死人啊 duty there is by whom 就是 是有哪些人呢 就是 他们这个罪恶 来源的地方 因为南方迅奴嘛 所以北方要打他 不赞成啊 南方说 我就是要迅奴啊 北方说 我就是不准你啊 那最后就打了 翻桌子啊 就打了 这个意思 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们认识 我们要去识别一下 区分一下 第二个人就在那里 或在一个时间之内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要区分一下 any departure departure是出发啊 可这里又不是出发 又牵扯到一字多一啊 departure是背离啊 本来是出发 也可以就违背啊 背离 背离这个 departure跟什么 跟什么东西背离啊 相反的 就是defined attributes 就是一个 defined就很神圣的 一种属性 attribute属性 也可以当这个 又可以当动词 所以又有一字多字型 这边是名字 那又不是动词 动词又是归罪 归英语 那名字attribute 就是弄属性 他的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去区分一下 跟我们所认知的 他那个神圣的一种属性 有没有背离呢 神应该爱识人啊 可像为什么发动战争 跟他的这个神圣属性 是不是有点 departure front 有点背道而驰呢 我们可不可以分辨清楚 为什么呢 这attribute 这个属性呢 就是 这个信上帝的人 in the living God 一直都是 ascribe ascribe 就跟attribute 有点像 这边就当动词 归 归注于他 就是这神圣的 这个 这个神性啊 就信上帝的人 都会归注于他 意思就是说 神爱识人 所以这诊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南北战争啊 爆发了 死很多人啊 那南方人 也信神啊 北方人也信神啊 两个都信神啊 所以这一篇 整个的大标题是 我们都是信 同一个上帝 那都信上帝呢 那上帝应该都爱啊 也爱北方人 也爱南方人 我们都是他的子民啊 可是 为什么我们都信他 他会发动战争呢 因为战争看起来是 南北在打 可是 神不准许的话 打不起来啊 神为什么会容许 我们南北战争 打 打得这么惨呢 难道是我们 对上帝理解错误吗 那不是 而是说 因为我们蓄奴 是一种罪恶 那罪恶的话 上帝看不下去 他也不希望欺负黑人 那所以就是 他容许 透过一个战争的方式 然后来消罪 也就是说 你蓄奴吗 你欺负黑人 现在 这个天理循环 暴影不爽 你这个南方欺负黑人 好 我让你打 死了很多人 就是 那 就 死了很多 南方死了很多人 就是你把这个 欺负 北方人当初犯下的罪 那透过战争死亡 消夜 消掉 这个意思 那北方 那个北方光好屁事啊 南方 南方你欺负黑人 然后你消夜 战争消夜 那北方你当初你也容许他 北方一开始不反对啊 北方不反对啊 北方指 林肯当初 他根本不是反对蓄奴啊 林肯一开始只是说 你不要扩大了 不要扩大 就维持目前的 你现在怎么欺负他 我当初没看到 但不要再扩大 南方都不干 我现在棉花很多啊 这个 这个黑人不够 我要继续扩大 到最后 才打起来 所以他整个意思 是这样子 就是 白人欺负黑人 美国南方白人欺负黑人 那黑 北方黑人一开始做事不管 那黑人说 哇 那就我倒霉 所以上帝呢 就说好 你们既然欺负他 我就让你们南北啊 南方欺负黑人的南方 还有做事不管 这个在旁边冷漠的 北方人 那打一下 让你们也惨 也惨 也尝试一下痛苦啊 然后就消夜 消完夜以后 打完了以后就不打了 然后黑人解放了 就重新来过 像天饼一样 好 其实这个意思非常难理解 那我这样讲的话 大家 应该稍微听得懂一点了 所以他就是 动词是 will get discern 但是两个动词之间 插了这个东西 插进去 有一个重组连接词 插进去 然后 这个主句前面 就是用这个 if that which 四个东西 前面构成一个 补语 然后变得很长 所以真正重要是 上帝要决定 要去除这些罪恶了 另外一个动词讲 我们要区分一下 上帝这样做 到底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他就句子写了 很长 很复杂 好 这就没关系了 这个我刚才已经 尽量已经 讲透透了 但是因为太复杂了 你可以看 看第二次 第三次 免费 但这一句是 在我们讲的 一般的英文句子里面 这个已经 差不多到极限了 到极限了 大概是最难了 最复杂了 所以这种句子 真的了解的话 但其他一般句子 就 小差一点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所以这一句 确实复杂 你可以 隔一段时间 看第二遍 第三遍 多看一下 这是我13个YouTube频道 像这个 长俊博这边 是难度比较高的 知识阅读 还有特殊文法 特殊文法也是很复杂的 这两个 如果说你要挑战自己 你觉得自己的英文 程度不错 想要挑战 更高峰 想把英文彻底搞好 搞到高水准了 这些人就多看一看 那我们这个意思都讲过了 我们再念一遍 来体会一下 因为前面不了解的时候 去看 跟现在 经过我解说以后 比较了解 再念起来 感觉上不一样 如果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that the American slavery is one of those offenses which in the providence of God must needs come, but which, having continued through His appointed time, He now wills to remove, and that He gives to both North and South the terrible world as the world due to those by whom the offenses can. Shall we discern therein any departure from those divine attributes which the believers in the living God always ascribe to Him? After this, I'll see you next time.